今天教大家五种电影感进阶运镜 在我们使用运镜拍摄人物的时候 一定要把路人也拍进去 不需要等到没人的时候才拍 拍电影的一些大导演会安排大量的路人在画面中 作为环境氛围的建造 并且让他们走过画面作为运镜中的前景 所以借助这个技巧 我们在运镜时候把路人作为前景 能让你拍出超有电影感的画面 二 从正面拍摄人物跟随的时候 从下往上进行仰拍 平时角度拍出来的画面无聊也没有创意 从下往上拍还能拍摄到酷炫的城市灯光 并且让你的构图更加的高级 借助跟随镜头使用仰拍 你就能够获得更高级的画面 拍摄空镜头可以结合各种不同的愿镜 比如说用环绕愿镜拍摄特写镜头 跟随镜头拍摄移动的物体 上摇镜头拍摄高耸的建筑物 拍短片时候结合不同的运镜组合来去丰富你的镜头语言 四 多使用AI智能 稳定镜一般有AI智能跟随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复杂运镜中时刻保持人物在画面中心 在运镜时候我们可以结合运镜和画面中人物的动作 像这里我们后拉运镜的同时让人物从画面中离开 一个镜头捕捉几个层次的画面 更多精彩摄影教程正在路上赶紧关注收藏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